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最重要是折錄,如果覺得適合聽的 幫忙傳播出去 一個人做不到多少 就算我們這個台 每天都分享折錄出去 都做不到多少,都是要大家幫忙的 現在講講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都要看看 現在美國的IT公司 Google、微軟和Facebooker 這三間科技界巨頭 他們不斷說AI、AI、AI 但是 Apple 沒有說話說AI 為什麼Apple不說AI的人 每個公司都說AI 舉個例子 Google Alphabet的CEO Sunda Pichai 這個也是印度人 他在財報發表的電話會議 他跟他的團隊說了AI66次 這個微軟 就是CEO Satya Nadella Satya Nadella 又是印製的 我說不要這麼看小印度 真的不要 現在這個世界 你要看真 不要太看小 有些人看小印製人 我告訴你不要 這個微軟的CEO Satya Nadella 他跟他們的團隊說了47次AI 那 三巨頭只有Meta 元宇宙 即是Facebook 即是朱西八格 他的CEO 他跟AI也說了42次 他跟他的團隊 Apple呢 沒有說的 哈哈 蘋果他不說的 其實蘋果呢 他經常都說一個詞語 就是機器學習 就是Machine Learning 那Apple呢 他們 高等的管理人員 他們就會說 蘋果的軟件會為客戶做什麼 為客戶做什麼 舉個例子 譬如整理好些照片 或者整理好些照片 打字 準確一點 寫PDF 裡面的東西 就是你填寫 他幫你填 那 這些是 什麼都可以的技術呢 其實蘋果呢 他沒有說這些是什麼都可以的技術 其實 蘋果他又怎樣呢 他不是不搞人工智能 他是 都有搞人工智能 但是呢 他就是直接面對 你的消費者 就像Siri那些 他不需要大吹大雷 因為蘋果的 人工智能呢 他在後台那裡run就可以了 當然 大家看到 這個 Google 就是Alphabet 微軟 以及Facebook 他 大家都是想在 搞AI那裡 現在 如果是一個金礦 他們 這三間公司都是 全家產 全部都是賣產 去淘金給人 其實 Google 和微軟都是搞什麼呢 他再銷售一些 開發者用的工具 其實 但是 其實他們這三間公司 有沒有說 他們 核心營運 AI如何改變他們的核心營運 是不知道的 現在有整合 例如微軟有整合 之前我講過的 就把AI 把他們的辦公室軟件 把AI內辦公室軟件 有沒有好處 也是有好處的 就是 你現在看到 之前我講到 我告訴你 就是 他每個月 每個 license 就多幾十元 美金 就是你可以用AI 這些東西 那些人會付錢的 大企業會付錢的 因為 因為 他用AI輔助 他是 有成本效益的 現在大企業都認為 就像寫軟件那些 他用GoPilot 他每個月給10萬美金 那些大公司是肯付的 就是 每個 license 每張桌子都給他一個 license 那 為什麼會肯付這筆錢呢 就是 因為他的工作效率會提升 提升了工作效率 就比他付出那筆錢多 那些公司就會付 好了 那Google 他宣佈了什麼呢 他就 把搜尋 和AI結合 這樣就有一個新的體驗 哈哈哈哈 那Facebook 他搞什麼 他搞了一個 L Nama的 大型語言模型 真的叫L Nama 他叫L Nama 那就是L Nama L Nama的大型語言模型 可以自動出在線廣告的 這個又是吹水機械人 叫L Nama 那蘋果 那 蘋果他會不會搞AI 事實就是 蘋果他搞AI 他在後台隱藏地搞就可以了 因為蘋果公司大部分的收入 都是iPhone那裡來的 蘋果公司第二財季 948億4千萬美金的收入裡面 iPhone 貢獻了513億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是用iPhone的 我也看到 所以你說三叔是不是很嚴重 就是珍必思今早說三叔很嚴重 三叔其實是很嚴重的 三叔其實不是很妥的 三叔其實是 還有 我會再講一下他們那個 就是 RAM的晶片問題 現在根本是太多 還有現在他們 是減價減得很厲害 跟一年前比較 現在 譬如你買一些 比較大的記憶體 這樣 一半價錢 現在是 跟去年比 我是有留意的 因為我一直都有賣這些東西 我一直都有賣這些東西 那我就會看到 它的價錢是跌得很厲害的 好了 也要多謝蜂友 Rita,很感謝你的支持 也要多謝Michael S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們 用人工智能 去增強廣告 這樣可以嗎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從商業角度來看 你 你搞 以及投放廣告的 新程式人工智能 這樣就會增強 就是 這個 Google的 廣告業務 這樣 這樣 是有機會的 但是 這個 Google的CEO 都說 新的人工智能 驅動的搜尋 來說 是處於早期階段 還有如果你說 用人工智能驅動 可不可以令到 搜尋引擎 用Google搜尋引擎的人 多了 或者增加公司收入 其實他只能夠回答一句 就是公司正在試 哈哈 正在試 現在看到 就是 這三間巨頭 其實 微軟是真正拿到 一個 business model出來 每個office license 收多30元一個月 這個 哈哈 這個 這個做法 行不行 這個做法 是OK的 其實 他是唯一 一個 就是一間公司 是拿到一個 business model co-pilot 哈哈 唯一一間 你Facebooker 那些他只說 現在我們正在試 其實也是 其實 他們說 要搞人工智能 他們不知道 每個都是燒錢的 現在就是 少一間公司 所以你說 未來 這個 AI 會怎樣 我覺得 起碼現在要計算 就是 這些炒作 可以維持 年幾兩年 因為 年幾兩年 你也可以解釋 因為你第一年投入 投資進去 剛剛搞 不會這麼快有結果的 到了第二年的時候 都是現在搞 初步階段 不會這麼快有結果 但是到了第三年 就是醜婦終須見家翁 就是我認為 就是 那麼 他們這三間公司 即是 微軟 Google 以及Facebooker 他們呢 就是想供應產 就是這個淘金業那裡 但是他們做不到這件事 現在唯一一間做到 這個 就是 陷家產 富有到 就是 不斷賣這個產 給人產AI這個金 就是不斷掘AI這個金礦的公司 就只有一間 就是英偉達 或者叫Fighter NVIDIA 那麼 他們 那個 就是 晶片 就是 所有 有人工智能 這兩個字 AI這兩個字 的 初創公司 都是會買它的晶片的 那麼 有很多錢 現在就扔了下去 這個 NVIDIA那裡 就是買它的晶片 那 現在呢 就要看看 那些人工智能的 就是日常消費應用 可不可以興起 我告訴大家 這個 這個 差不多可以肯定 說已經是一定會興起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 讀書的那些年輕人呢 每個人都用 Check GPT 做功課 做功課 你說 學校不准的 是學校不准的 但是那些年輕人不是傻的 你要知道 那些年輕人呢 他們 最初做 功課的時候 第一個草稿 就是用 Check GPT 寫 之後呢 就改 Check GPT 的 以及 Check 這個 Check GPT 有沒有事實錯誤 因為我家裡有年輕人 我看到他們的年輕人是怎麼做的 學校說不准的 但是你學校怎麼知道你有沒有用呢 其實只不過他在最後看你的成果的時候 才可以知道你有沒有用 AI 如果AI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改到他根本跟最初的原始存稿 AI放給你的存稿 是不一樣的 那麼 學校永遠都抓不到你 是用這些來幫忙的 其實 這個就是 你說有些應用可以不可以 說真的 如果那些年輕人要自己銀河包 我問過那些小孩 就是 你自己銀河包每個月給10元美金 你肯不肯 給那個錢 去讓你做功課那裡容易一些 個個都肯的 10元美金很容易的 你想想 10元美金不是太多 一個月 七十幾元 是不是 七十幾元港幣 這個世界有多少學生 所以你說要把這個AI 變成一個 會付錢去做的 就是讀書有co-pilot 舉個例子 因為現在的學生很多都用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又用Google 那些 Office軟件 Google自己有一套 他們那些人 如果說 現在我給10元美金 一個月 你做功課的時候 我就幫你改Grammar 10元美金 改得準 然後還要給你一些建議 如何寫好你的東西 10元是值得的 在很多人眼中是值得的 現在就很糟糕了 那麼 就是 Totter Chair說 到最後更多高分低能的人 不是啊 他是可以利用身邊的工具 是令到自己 更加優秀的 現在的人 我對AI的看法是很正面的 我不是說 AI 養懶人 高分低能 不是這樣 Totter Chair說做醫生的那些 現在分分鐘越來越多這件事故 那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AI是一個輔助 到最後下判斷的時候 都是要人下判斷的 但是AI可以輔助到你 就是令到你沒那麼容易出錯 現在就是 Cotter Chair說 一份麥當勞的價錢 便可以有提升學分的幫助 是的 你看一下 其實現在 你可以很正面和很負面地去看一個新的科技 我就是傾向於很正面地去看AI科技 而且 你說會不會很快爆爆 我就告訴你 這個狼 不是這麼快會爆爆 可能他有些東西炒過籠 會爆一爆 我認為是這樣 但是長遠的趨勢 都是一定要搞AI的 這款就是這樣 補習天王不是吃屎 我不敢說 但是 你現在看看科技的走勢 真的是OK的 你說拖得奢勢 用得多AI成為 那人就會越來越懶 我老實說 現在有些在亞洲地區的人學的東西 其實是有沒有用的呢 在西方國家是沒有用的 舉個例子就是學心算 就是 你去71買東西 你都不用心算 算了多少錢給別人 不用的 現在是 是不是 你想想一下 就算你說要 找錢 現在不用的 你知不知道在日本那些 你把銀子進去 他找錢給你 是有自動的找錢機 他找錢也不出錯 用機器做 其實你說用機器這樣做 有沒有好處 其實我認為有很多好處 出錯的機會少 你說機器會出錯 機器也會出錯 但是 如果一個人的工作強度是很長時間的話 他是沒有一部機器那麼穩固的 機器比這個人更穩固的 我認為是穩固的 那你沒有計算機 不懂計算有沒有問題 其實 我告訴你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加減乘除的 你知道的原理是怎樣計算就可以了 然後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 用計算機來計算的 或者用電腦計算的 你怎麼會現在還 就是 譬如 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要計算 加減乘除的那些數 你怎麼會 真的 用心算用筆去計算 現在不會的 是不是 是不是 虎樂平揚說 水能再周 液能覆周 但是 如果人和科技結合了 你會變成更強的人類 我又不覺得是很悲觀的事情 我都要說 是不是 強姓說 看報導 南韓高科技 製造原料金屬 大量沒有存貨 只有十幾天存貨 要停工 是否真的 我覺得 他們都要說些事情 去 告訴別人 他們的生產會有困難 為什麼 我說 要這樣做呢 就是 他們有些庫存的 大家都知道 積壓得太多了 當你那些 庫存 積壓得太多的時候 我回應一下你的問題 如果庫存被人知道 積壓得太多的時候 人家只會更加 押價去押下你的售價 那你要清貨就更嚴重 如果你現在有些存貨 你要賣 你要賣貴一點的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我跟大家說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燒了那間廠 如果你那件事是必須的話 接著就大火 成為國際新聞 接著 那些人就會轉頭去炒你的存貨 只剩下這麼多 沒得生產 所以 你說 是不是這麼狡猾 做生意的人 我見過日本人做生意就是這樣的 他們要建建新廠 但是很多東西限制他們 建不了 譬如工會 那些人吵圈巴閉 建建新廠 會少請工人 那麼 在那個地方 就有很神奇的 一場意外 就會燒了那間廠 那大家不用爭 那你說 這是陰謀論 你說 考核也可以 這不是陰謀論 譬如 有大量的存貨 有些貨 偷埋在那裡 現在是賣不到的 價錢又被人 坐低了 因為知道你很多庫存 那你唯一一個方法 就是要消滅那個產能 這個是很正常的 去產能 國內去產能 也是這樣的 那你如果燒了那間廠 就直接連那個產能都消滅了 不是去產能 是消滅那個產能 你說建建新廠要三年 那你的貨就賣三年 慢慢賣 我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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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說百分百是這樣的 這個是我的猜測 其實就是 那現在我講到這裏 那你說 那你也是很陰謀論 你自己想想有沒有可能 還有這個世界 有沒有見過類似的東西 強姓就說 那麼像日本人的做法 他們會突然之間 有些廠燒了 意外發生火警 你看看日本的那些廠 我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有這些 那你說保險賠不賠 那保險又會賠回一份的 哈哈哈哈 那你說 那他們怎麼做的 那我不敢說 是不是真的這樣 可能真的是意外 那說到這裏 就差不多了 算了 休息一會 那回來講講其他的話題 我也勸大家 今天是星期六 不要小看印度 不要小看AI 這兩樣東西 如果你聽完節目 覺得你沒什麼得著 但是這兩樣東西 我覺得 你看一下就會知道 這兩樣東西 其實對未來的影響很大 休息一會 不愛心 我會再說 適合 我會帶你一位 那些小看法 不要小看 我會帶你去 那些小看法 可以燒掉 我會把他 你會有很大的 那些小看法 一共小看法 因為燒有一個小看法 我會追求 那些小看法 那些小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